明天双十连续假期 县内热门的旅游景点 在新竹 北埔老街和生态农场 预估将涌入四万人次 避免台三线上大塞车 车流回堵 主动警分局也增加 警力将设置三处路口交通港 引导车辆走替代道路 街上菜包 雷茶 黑糖发糕 各式美食应有尽有 假日游客最爱来北埔观光 因应双十节连续假期 主动警分局将在台三线重要路口 编排交通港来疏导交通 本次国庆日连续假期 预估北埔老街将会涌入大量游客 本分局将与人车较多时段 在台三线沿线等重要路口 编排交通港疏导交通 如遇道路严重运策时 并启用替代道路分散车流 在竹东正中峰路与中正南路口 引导车流转向 以减少拥塞情形 业绩古迹经广福公馆 还有香火鼎盛的磁天宫 加上老街巷弄红砖传统房舍 北埔每年吸引七十万人次来观光 虽然五到七月防疫 人潮少了一大半 但随疫情渐趋缓 预估国庆三天廉价 会涌入四万人次 尤其台三线通往老街 与七十九K转生态休闲农场路口 大量车潮可能造成毁堵 警方将增派警力疏导交通 同时启用替代道路分散车流 在竹东中峰路与中正南路口 引导车流转向 另外游客进入北埔老街观光时 本分局在防疫方面 将依北埔乡公所通知 协助实施总量管制及分流入场等措施 以减少群聚感染 降低传播风险 本月为交通安全院 请各位用路人开车时 于路口慢看停 行人停看厅 互相礼让 遵守交通规则 疫情缓和加上廉价 县内热门景点都将涌入大批游客 警方局提醒到人潮聚集地 要遵守防疫规范 出发前先掌握好路况 走替代道路 免塞车玩得更尽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